一个游灵 共产主义的游灵 在欧洲有的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目的 自己的意图 并且拿到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游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城铺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 再容纳不了他本身所创造的财富了 资产阶级不仅断造了这次生于死地的游戏 他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 现代的工人及无产者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 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些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互产者也和喜爱